最近我修了很多照片都出现了传感器的污点 真的是把我给烦坏了 虽然说每张照片也就只有那么一两个污点吧 但是如果照片多了 后期的工作量就会变得巨大 所以这一期呢 咱们就来系统的聊一聊 遇到传感器污点这一烦人的事 到底该如何做一些应急的处理 以及手动该如何去清洁相机的传感器 还有呢就是在后期软件当中 如何清除这些小的污点 出现传感器的污点呢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 无论是否经常在户外更换镜头 哪怕说咱们就只用一个挂机镜头 从来没拿下来过 这相机用久了也会出现传感器的污点 毕竟相机它不是一个完全密封的机器嘛 通过周围的缝隙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进一点灰是很正常的事 当然一台相机的密封性够不够好 以及更换镜头的频繁程度 还有相机经常使用的一些外部环境 决定了它进灰的频率和数量 在平时存储和携带相机的时候 不要去和其他的物品混放在一个包里边 确实也是可以有效防止进灰的 相机我说还是应该有一个它自己比较独立的空间 比如说买个相机包或者是相机内单来存储它 这样比较的保险 说来也怪我发现无反的相机好像比较不容易出现这些污点 而我的单反D850或者说之前用的佳能都更容易出现污点 而在清理方面呢 确实这个无反相机 由于它设计结构的不同 要更容易直观的看到传感器上面的一些污点 在清理的时候呢 也更容易操作一点 在拍摄的时候呢 咱们回看照片 可能就会直观的看到 这个回看的屏幕上 就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有的时候一两个 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是出现传感器污点了 先别慌 第一步呢 咱们还是要先检查一下外部原因 比如说镜头的前组镜片和把镜头拆下来 看看它的这个后组镜片上面 看看有没有灰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前后组镜片上 它出现了污点的话 那么也会直接影响到照片的成像 确认如果镜头没有问题 那么很遗憾 石油八九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传感器的问题了 但是也不需要太慌 第一步呢 咱们可以先尝试一下让相机自己来进行清洁 几乎所有的相机在菜单里边 特别是这个设置菜单这个里边的选项呢 都会有一个选项叫做清洁传感器 每个相机它可能叫法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 那么选择这个选项之后呢 相机会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清洁 还有的相机呢 它是可以设置为让这个相机每次关机前自动的清洁一次 总之这个是相机里边的一个清洁设置 无论是否需要清洁 那么我们都先第一个来尝试一下让相机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也许呢 这个问题它就排除了 那么如果使用了这个相机内的清洁传感器功能 仍然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么咱们就只能进行手动清洁传感器的污点了 如果当时没有这个清理条件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正在绿图当中并没有带清洁的工具 周围也没有这个条件去做这个清洁 快速解决方案是 咱们在拍摄的时候尽量保持光圈在F8以上 我发现我这个相机它是在光圈F7.1的时候 这些污点就基本上看不清了 因为传感器污点它出现的规律就是小光圈 以及照片处于嵌暴状态下 像拍风光咱们一般都会用F11 甚至是更小的光圈去拍摄 那么光圈越小就会更容易显现出更多的污点了 那到了像光圈F22 32这样的光圈 污点甚至多到非常的可怕 那么当务之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咱们就不使用F8或者是F11的以下光圈 那具体它能用到多少 那就要看咱们这个污点的数量和大小了 总之前期少一点污点的话 咱们后期的时候就会减少很多的工作量了 如果是一两张照片这没什么的 但是如果是延时那可就惨了 所以记住F7.1这个光圈档位 您也可以试一试看看您那个相机是不是在这个档位的时候 这个污点就看不太清楚了 反正我这一套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除了光圈还有照片嵌爆的时候 这些讨厌的污点呢就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在曝光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压的太暗 否则后期即便是提高了曝光 那这些污点它开始会影响咱们的照片质量 后期同样会存在大量的清洁工作 在Lightroom里边清洁传感器污点呢 确实有很不错的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快速的定位和进行清洁 像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的就是这个修复的这个小窗口贴的图标 然后在左下角呢可以选择显示点位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看到 在这张照片当中有成小黑点状的这些物体了 那实际上这些物体不一定都是传感器的污点 也有可能是鸟啊飞机啊 或者是本身可能这个照片上有什么样点状的物体 而实际上有一些传感器的污点呢 它会出现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看上去不是很明显的 用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功能呢 好像就不太有效了 比如说这个污点可以看到像一个水点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到底是传感器污点 还是当时我在河边拍摄的时候 河边的水溅到了我的镜头上 总之我所有的照片都有这个黑点 尽管是同一个照片在不同的时间段 你看像这个接近日落的时候呢 这个污点的位置就会变得很尴尬了 有一部分云穿过了它而天空呢 所以如果使用这个Lightform自带的这个污点去除功能 有的时候它出来的效果呢就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实际上它这个功能还是通过这个软件自动来判断在这个区域内有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它会在就近的位置呢 寻找一个和这个内容它认为比较相近的 然后帮我们拷贝过来 那么就非常有可能不太符合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Lightform当中发现 它的这个小创口贴的修复功能不好用的时候 我们就要果断的切换到Photoshop里边去去除这个污点了 那么在这方面的处理呢 确实Lightform就比较的有限了 现在呢我在Photoshop当中打开了这张照片 咱们看一看Photoshop处理的效果怎么样 据我的这个使用经验来讲 我认为Photoshop它的识别要比Lightform好很多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Lightform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只是说在遇到这样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呢 我会推荐大家使用Photoshop来进行清洁 像这张照片以同一个污点为例 如果我选择Photoshop的污点取除的功能 这个功能实际上和Lightform是完全一样的 它把下边也拷贝了 那我把我的这个取景的范围稍微的小一点 你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比Lightform要自然不少 这个是我会首先去选择的 也就是在Photoshop当中这个同样的小创口贴 你也发现这个创口贴在Photoshop里面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它的点位去除的小笔刷 当我们想要去除小面积的这种污点的时候 那这三个创口贴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点 去除这个笔刷相对来讲要更好用 那如果这个笔刷它不好用了 第二个我会选择这个虚线的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它比刚才那个笔刷的好处是 它可以自由的选择想要取样的位置 首先呢选择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的这个鼠标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在想要去除的这个污点周围呢 画一个圈 然后它就变成虚线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虚线的这个圆圈上边 然后点住鼠标不要松手 把它拖向任何一个方向进行取样 比如说我其实是想让它有一些左边的这个云 那我就应该拖向左边 拖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不错 松手 你看它就会向左取样 那同样如果我想要让它向右取样 我就可以向右拖动 那么这个功能它最大最大的优点 就是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任意的取样 而这个虚线的这个小窗口贴呢 它是一个自动取样的工具 所以这是这两个工具之间的区别 当然同样也可以用纺织涂章 但是纺织涂章对于新手来讲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难度性的 所以我不会推荐大家使用纺织涂章工具 来去除传感器的污点 小窗口贴和这个虚线的小补丁 这两个工具都非常的好用 而且相对来讲呢 比较容易上手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 同样它可以去除很多其他的东西 不仅仅是污点 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个飞机 我取样去到旁边 然后这个呢 同样我想让它取到这里 我松手 这个小补丁除了可以自由取样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会根据周围的内容 做一个非常好的渐变的过渡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这个小补丁 虽然周围很生硬 但是它修复完成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是完全没有一个生硬的 周围的边界的 所以它会自动的判断周围的颜色和内容 帮我们做一个更自然的平滑过渡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使用这个小补丁的工具 为了不让下次的拍摄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做一下手动清洁传感器 会比较的保险一点 清洁工作呢 最好不要在旅途当中去做 带着清洁液也挺麻烦的 我一般会在出发前做一遍整体的清洁 就是把我所有的相机镜头呢 全都清理一次 那如果在后期的时候 我发现两个以上比较明显的污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提前做一下清洁 平时换镜头的时候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 首先第一步呢 是定位这些污点 在清理传感器的时候 我会看着照片来做一个参考 因为这些污点呢 有的时候是用肉眼 很难看到它在传感器上什么位置 所以要参考屏幕上这些污点的具体位置呢 我就会知道该着重的清理传感器的哪里了 在这儿呢 需要注意一点 照片上污点的位置和我们传感器上的位置是相反的 左右相反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污点呢 是在照片的左上角 那么我们这样看着传感器的时候 这个污点实际上是在这个相机的右上角才对 知道具体的位置了 接下来第二步呢 还是做一个干处理 就是传感器朝下 然后用气吹在这个下边吹 注意这个气吹的头别触进去 离着有一点距离就行 然后咱们转着圈的不同角度的这样吹 这样有利于这个灰往下落 让这个灰从上边被吹下来落到下边去 这个单反相机呢 在这样吹之前需要在相机当中打开一个功能 叫做锁定反光板 把这个反光板打开之后呢 咱们才能直接看见这个传感器 否则咱们现在像这个单反相机 它拿下来看到的并不是传感器 是它的反光镜片 所以这一点如果大家使用的是单反相机呢 需要注意一点 像无反相机呢 咱们就无所谓了 拆开镜头看见的就是传感器了 第二步干处理之后呢 吹完咱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湿处理了 稍微的点一两滴清洁液到清洁棒上 在传感器上走这么两三个来回 不需要太用力 也不需要反复涂抹太多的清洁液 就可以搞定了 实际上这个清洁液只需要一两滴就够啊 咱们不需要直接滴在这上面 你看只要这么着滑过 它就会自动的吸在这个清洁棒上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清洁棒有湿润的痕迹 那么这个呢就可以进行清洁了 在传感器上这样画 两三个来回就够了 一二三这就够了 全都清洁完了之后呢 可以再稍微的吹一下再看一看 第四步呢就是检查咱们的这个清理的结果了 把镜头装上 然后呢把光圈拧到F16或者是更小吧 然后咱们找一个白纸或者是白墙都行 拍一张照片看看 主要呢就是看咱们之前有污点的这几个位置 是不是给清理干净了 如果已经没有了 那么就说明咱们的这个清洁的整体过程呢 是成功的 那如果发现这些污点还在呢 就说明咱们刚才啊没清干净 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步骤 第二步干操作 第三步湿操作 把这两步呢再重复一遍 看一看效果 在这呢可能您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拍出来照片啊 一条一条的小黑条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 这个呢是说明清洁液用的太多了 这个传感器咱们清洁的时候走的这两个来回 由于它水太多 然后干了之后呢出现了几条水字 所以说这个清洁液呢不要用的太多 在使用清洁液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本着把咱们的这个清洁棒给它润湿了就行 不要让它是一个干擦 在传感器上可能就会出现划痕了 只要把这个清洗液滴在这个清洁棒上 然后您看到这个清洁棒 它是有那么一点湿润的 那么就可以开始进行清洁的工作了 不需要是这种水淋淋的特别多清洁液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否则呢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横盖了 传感器污点这事儿为什么我特别上心呢 是因为啊很早之前我去看过一次展览 或者说叫艺术品博览会吧 就是那种大型的现场展览 而且它也卖作品的那种那种集会 当我看到一位摄影师的作品的时候呢 我发现啊两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传感器污点 就在那照片上 可把我给难受坏了 于是呢我就按下决心 这种低级的错误 自己绝对不能犯 特别是当有机会 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如此大的一个舞台上 还有呢就是打印大尺寸的照片 制作成本确实也挺贵的 所以说呀一定要清洁好自己的照片 从那一天起呢 我就特别特别认真的检查 每张照片的传感器污点 一点也不敢偷懒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您现在所收看的这个呢 是旅行摄影101栏目 它是一系列比较基础的摄影的百科常识 如果您是刚刚购买了相机 想要接触摄影的话 那么这个栏目里边的视频内容呢 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聊摄影